2024总统大选两岸议题也成为参选人的必考题 民进党邀请了专家学者和青年针对美中台关系 还有总统大选中的两岸因素来进行讨论 中共介入台湾政治是我们生活的日常选举 尤其这个激烈 国安单位和专家纷纷示警 2024总统大选中国已经用各种方式试图影响介入 因此台面上参选人们的国际观和两岸论述就格外重要 民进党特别邀请专家学者和青年共同召开研讨会 学者分析在中共军事威胁不断升温下 侯友宜巧妙打模糊仗 向中间路线靠拢就是不谈九二共事 但至于克文哲的两岸论述 今年却认为似乎始终说不清 从强盗警察说到强国等据说 再到现在想学郭台铭作为美中之间的桥梁 他的外交政策始终没有办法提出有效的方法 维护台湾的民主跟和平 从头到尾至始至终 就是民进党的DNA 2024总统大选成为全球关注焦点 参选人不约而同都喊B站和平要交流 就看选民买谁的账 接下来一杯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